中屋住一般會怎樣花錢去裝修 如果想房子有設計風格 就要靠傢俬和擺設 大膽嘗試的話 一樣可以很有風格 帶大家去看看設計單位 在加州花園三層獨立屋 屋主是租客 將房子設計到很有歐陸風味 這房子的設計以碎花做主題 營造歐陸感覺 除了沙發、茶几這些傢俬之外 其餘的細節設計師都照顧得到 三層不同效果的天花線 花形吊燈加上上面圓形的裝飾 大大小小的油畫 和裝飾框的花紋 用字幕裏面的小擺設 全部都帶你進入歐洲小鎮的風情 加州花園獨立屋 樓底比一般單位高 在設計的時候 要特別花多一點心思 一般人認為高樓底的屋 是很容易設計的 在沙發的擺設 茶几的擺設 在平面方面做得很好 但我這間屋 是用了垂直的設計 在窗簾 剛剛正好介紹了垂直設計 令到這間屋比較豐富 如果沒有用到垂直的設計時間 會令到這間屋有家圖四壁的感覺 垂直的設計 配合平面的設計 恰到好處相比抑張 因為這間屋是租回來的 屋主不想有太大規模的工程 間隔沒有改之餘 地板都沒有鋪過 只是用了地毯來粉飾 紅色的花地毯 已經能夠給人一種很華麗的感覺 由小擺設 梳化以至長身 這間屋都用了不同的碎花圖案 這麼多花 看上去的時候 不單沒有覺得雜亂無章 還有一種很和諧 宮廷的感覺 原來秘訣就在於 選碎花的時候 要有同一個主調 因為屋主喜歡 二間屋的顏色多一點生氣 所以大大小小的碎花 都是以紅色為主 但因為紅色是暖色 如果空間不夠大 就會很容易令人覺得煩躁 上到書房 又是另一種歐洲感覺 沒有客廳那麼華麗 比較簡約自然 傢俬都是以白色為主 但櫃上面的裝飾 就做得很仔細 這個飾物櫃 就親身屋主的水晶收藏品 所以房間的設計 都是以白色為主調 同樣貼上充滿歐陸風呈的場紙 用上碎花窗簾 伸上床頭的燈罩 已經真一絲不久 由於屋主張原本的主人套房 留給了旅遊家 屋主這間房本身又沒有浴室 要令房間變成一間套房 設計師就來認識這個露台 Kevin 看到這個露台設計得很特別 原來實際上它還有一個浴室 為何有這樣的構思 其實露台的設計 在設計之中是一個重頭戲 很多新樓都有一個環保露台 我們在露台之中 做了一個裝飾 做到一個花園 在花園的另一邊 我又做了一個浴室的設計 剛剛離譜了這間屋 這個小浴室的小廁所的弱點 這個露台的設計 和屋內完全不同 用了巴里式的設計 以石春 和適用在戶外的木頭 做主要材料 給人一種親近大自然的感覺 唯一有歐洲感覺的 就是這個法式浴缸 它點住了側近的天然材料 成為浴室的焦點 而這一屋樓原本的浴室 設計亦絕不麻膚 經過一貫的歐綠感覺 長身和廳一樣 穿了腰線 腰身板 和貼上碎花牆紙 不過這種牆紙是防水的 所以就算貼在浴室 也不會怕會霉 和會脫脫 地下廚房旁邊這個位置 凹了進去 令這地方不太見識 但設計師就用了它來做飯廳 化解藏這個缺陷 令整個感覺很歸一 飯廳這邊用的粉色系列 亦給人有歐綠色小屋的感覺 在那邊 拍雙鑽 好 好 來 那邊 現在 你 現在有很多新樓盤都有環保露台的設計 有時為了遷就露台 有些屋苑的織迫於無奈也要讓步 其中有個例子就是在天水圍的衛景軒 這款間隔建築面積902呎 實用率7乘6即6885呎 特別在我們看看它的平面圖 一進門口就會有一個洗手間 這個間隔也比較特別 而在大廳的一邊牆心裡面 一共的房門就開在這一邊 一共有三道房門 相信擺傢俬也會很麻煩 那麼特別的間隔 又看看今據的設計師 有些甚麼設計的意見 這個設計建議主要針對兩人家庭 所以另外兩間房間 一間做了衣帽間 一間就做了書房 傢俬的擺位就回長方營廳的佈局 至於令人頭痛的多房門問題 就用了隱蔽式門的設計 我用了一個很大件的裝飾背板 就是由走廊入口一直到窗台的那邊 它伸延的長度差不多都接近20呎 這個背板連同了門做成一套 在它那邊看下去的時間 是直接是看不到 可能這個眨眼是分不到 哪裏是門 哪裏是背板 看立體圖就很清楚 三個房門都隱藏在這幅牆身上 還要顧及這幅牆的設計 令視角上不會太大太長 底頂用了不同的噴色玻璃 中間就用了一些金屬線 將玻璃分隔 因為最重要是運輸、運送、安裝的問題 它本身的金屬條也造成一個裝飾 另外最頂這一層就做了鏡面 局部反射天花的層次 而燈光同樣又增加層次的作用 我在廳中間製造一個假天花 假天花的四邊會放一些蛇燈出來 但是同時 它在中間我們會放一排一組的蛇燈 邊位我們都會有一些光管滲出來 在不同的情況 或者是時間 甚至半夜的時間 你可以選擇正地開不同的燈色 令到你一間光 一間屋內有多種的燈光設計 中間製造成最高的燈光 中間製造成公司 我們會感到很好的燈光